就是你做过双眼皮 如果有疤的话 你在刚做完双眼皮的时候 打上IBC不容易有疤 有的人喜欢切眉毛 切了眉毛这一块的话 我们客人一般来讲 是不切眉毛也不切眼皮的 但是你到了六十多岁了 你在做线雕真的效果不大 那皮一撑到长眼皮上 你那个时候做线雕没有用了 就是必须像四十来岁那种 还尽量不给你切 只是我跟你说 到三十来岁就该切了 很多医院都已经给切掉了 我看很多小网红的医院 小网红直接上去给你切 是切皮的 等老了给人家老得很快 耳朽限掉的方法 可以像老得很慢 那你到六七十岁 再切一下的话就很漂亮了 那六七十岁切完了之后呢 也有疤 它不容易恢复对不对 打上IBC不会留疤 而眼皮会很自然 会很漂亮 同时呢 你新鲜的就是伤口 长得会特别的快 因为IBC有长神经血管的作用 那么同样的 你打完这个地方 你会长得神经蛋白胶原 是不是 你也要打IBC 打IBC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是会帮助你生发 因为这个地方年龄大 容易掉头发 一个是保得提升 帮它循环